北京时间,12月22日,2021-22赛季,NBA常规在,继续进行。据报道,前NBA球星,兰斯·史蒂芬森,和老鹰队,达成一份十天短约合同,正式回归NBA。 史蒂芬森今年31岁,在2010年选秀大会上,他于第二轮第十顺对被选中,生涯前后步行者,黄蜂、快船、灰熊、蹄虎、森林郎,以及胡仁等球队。 在效力步行者队期间,史蒂芬森,达到了生涯巅峰,他以球队主力身份,帮助球队,打入东部决赛,只可惜的是,他们当时遇到的是实力强劲的热火队,无奈倒在冬绝。 值得一提的是,也正是在效力步行者队期间,史蒂芬森,在防守詹姆斯的时候,对他吹气,这一幕,也成为了史蒂芬森生涯名场面。 在2018-19赛季中,史蒂芬森,为胡仁队效力,他和詹姆斯,成为了队友。他一共出场68次,其中三次首发,场均出场了16.5分钟,能够得到7.2分3.2篮板,2.1助攻,投完命中率,42.6%,三分球命中率,37.1%。 在结束和胡仁队的合同之后,史蒂芬森,告别NBA,和辽宁队,签下一份,一年400万合同。在不久前,史蒂芬森,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够重返NBA的愿望。如今,NBA球队,大面击倒到新冠侵袭,这给了很多球员机会。 老鹰队如今情况不容乐观,包括当家球星特雷扬,在内,多人触发健康安全协议,于是,他们决定,先下史蒂芬森,来补充阵容。老鹰队,将于明天主场,迎战魔术队,使蒂芬森,最快将于这场比赛中,迎来回归NBA后的首秀。